9張紫卡職員 他們的指導力也沒有差別太大 該有的替補手術加爾替補傳球力量加爾都有 所以要挑首席教練還是先知道自己缺什麼素質 需要buff哪個位置再來挑 我做了一個表格這個表格算蠻詳盡可以讓大家理解 缺什麼素質應該要往哪裡挑 從左邊第一列開始看黃中藝、郭劍玲跟川崎中澤 他們是缺跑速的時候所需要帶的 假如你缺角落跑速左右外野一三壘 那就可以選擇黃中藝的首席教練 川崎中澤的話是比較單純就是加二游中心線 還有中外野、二游中外野補手的跑壘速度 很實用的一個首席教練 就跟黃中藝算是同樣功能但是加不同的位置 而郭劍玲這張他雖然是加手速 可是他的緣份組合是能夠帶到兩個跑壘教練 可以幫456棒打者加到 4點的跑壘速度所以他算是跑速組的 首席教練 第二列 高志剛、郭劍玲跟吳復蓮那這一組 首席教練的話是 假如你缺打者的力量 尤其是二游的力量那也可以考慮這一組 高志剛的話是直接幫二雷手力量加2 郭劍玲的話是 二雷手力量加2 同時還有中心線 加手速 吳復蓮的話是 二雷 遊擊手力量加2 中心線力量再加2 所以總共遊擊手的話是可以加到了 中心線力量加1 所以總共遊擊手能夠力量加到3點 所以端看你 二游有沒有缺力量再來選中間這一區 那如果是 確定二雷有要加 力量 林悅平跟郭劍玲要再比較的話是 林悅平是加 角落線 一三雷 左右外野手的守備速度 比較值得就是左右外野 因為一三雷手速還感覺不太出來 有多大的 幫助或是說 即使多這一點也 撐不太到120的手速 郭劍玲的 Lamigo 首席教練的話則是可以幫 中心線二游再Buff 手背速度 至於第三列 李君民、吳復蓮跟四剛肖 則是不太推薦 因為他們 的指導 教導能力3 有加手速可是比不上 像旁邊的林悅平 加 二游的手速也比不上旁邊的 郭劍玲 四剛肖這張更迷了 他是加手背範圍 能夠 別的想法就是他有加 中心線的傳球力量 可是中心線二游的傳球 二雷手是不太重要啦 補手是蠻不錯的 可是我最近在證實 我最近在實驗補手150的傳球 還是發現 手動配球 無論是投 什麼樣的變化球 都沒辦法 阻殺到一雷往二雷跑者 直球的話則是 有機會但是 成功機率一半一半而已 所以補手傳球目前還是不太重要 那如果是缺 外野手速的話 可以挑 第一列 的中間跟右邊的高智剛 他是加外野手的手速 如果缺二游的手速的話 則是第二列的三張 兩張郭劍玲一張無腹臉 全部都是加二游的手背速度 不過還是往左邊的國劍玲 挑會比較好 因為他們是 有加 中心線包含中外野手跟補手的手背速度 而無腹臉的話就只有二游 如果你確定你的中外野不缺手速的話 無腹臉也算是可以考慮使用啦 因為他就是 也是 還有再加一雷手的跑壘速度 算是都有加到有用的 富邦的國劍玲第二個的教導能力 一加了左外野手擊球加三那就沒有什麼用 那如果是比較紅一中的緣份 這三張都是紅一中的緣份教練 最好的的話還是 富邦的紅一中 他是能夠 跑速 456棒 球員都加10點跑速 Lamigo的紅一中的話是能夠帶上 雙投手 直卡頭教的 SP陣使用 Lamigo的無腹臉的話 一樣可以帶上兩張紅卡跑壘教練 可是 Lamigo的紅一中 他本身的話 加的跑壘速度是只有加角落線的跑壘速度 也就是左右外野一三壘 如果是使用富邦的紅一中的話 是加全體球員的跑壘速度 所以如果是缺跑速而選擇 中間這一列的紅一中 緣份職員來比較的話 還是富邦比較有優勢 富邦是 跑速最大化 那郭劍林 打Lamigo屬性的話是有加到SP 所以如果還想要再了解更多的緣份總教練可以參考之前所上傳的 緣份總教練投手篇的 介紹 那橫著看 第三排的 川喜宗哲跟吳復蓮還算是 假如你確定缺的是二游的跑速 跟二游的力量 還有補手力量 我覺得是可以選擇的 因為 有加到中心線的力量 跟中心線的跑速也算蠻不錯的 大部分的 二游守備員都是出 速逼卡 然後補手都是缺 出力量 傳球卡 或者是 少數是 打擊速度卡 都會缺力量或者是 跑速 是可以使用的 四缸孝這張就非常的迷 我也不知道 是什麼樣的陣容 會需要放到他 他是有 緣份教練 可是徐生銘的緣份教練也不算強勢 他是加 外野手跑速跟補手 力量 角落手被範圍 真的是很迷 都是在加手被範圍 應該是不建議 細著比較 第一組缺跑速的組合的 指導力清單是全部都一樣的 我自己最推薦使用的是 假如你有在使用板凳 那就是替補防守訓練C跟A 替補板凳上來的球員 跑速 手速可以加2 傳球也可以加2 傳球加2 沒什麼感覺 但如果是手速加2 就是必帶的 假如你的 卡片還是在比較低等級 10等左右 是會缺這2點的手背速度 那也有些人是 打者可能還落在9等 還沒有上到10等 會用假先發 打者會先放一些 錯位的卡片 開場的時候讓一道暫停 讓 主力的球員從板凳出發 加2點手速可以接下來打整場 那其他 假如你的卡片已經 撐到12等以後 不太可能會使用到板凳球員 可以使用特殊姿勢攻略的 指導力 因為特殊姿勢的投手應該是 現在所有人的 首選啦 不太可能會遇到沒什麼姿勢的投手 應該只有兄弟的牛棚會比較沒姿勢 因為他馬仕還沒出 陳伯豪也還沒出 然後剛剛遇到的 晴天的荷西本來就沒姿勢 其他的球隊幾乎都有 是牛棚全部都有特殊姿勢 還有剛剛吳俊瑋也沒有姿勢 兄弟的牛棚可能是比較少特殊姿勢的 那如果 開完特殊姿勢訓練還有另外一個選擇 還有另外一個指導潛力 要開的話 我會選擇 變化球訓練 因為先發投手如果有天氣的話貝克 可以減少20%的相克 或者是開左打弱點訓練 右投手就可以對上左打手的時候 數值再加2 直球數值加2 這款遊戲算蠻多左打者的 尤其像中華隊出了蠻多左打的灌水卡片 那現在的統一又是外野三軌 牛隊也蠻多左打者的 所以這一組 缺跑速的職員 建議的指導力就是這樣 看你有沒有使用板凳 有使用板凳可以手選替補 訓練C 那沒有使用板凳的話特殊姿勢攻略幫所有 打者再加力打一點 力量是越多越好 第二組缺二遊力量的組合 可以看到 第三章無複聯 他沒有 先發投手變化球訓練 的指導力天氣相克減少 而是多了右打弱點克服 所以假如你是使用左投手比較多的陣容 例如牛隊也可以開這個 右打弱點克服 增加左投手對上右打者的 直球數值 其他也都跟所有的首席教練是一樣的 所以首席教練的指導力 蠻意外的雖然是 每個 首席教練指導力不見得相同 但是卻又非常的雷同 因為也沒有什麼特殊 很強勢的指導力 也沒有像總教練系列是 還會有加手背範圍 或者是其他 Lilycoco的特殊技能 首席教練還是相對的單純 那剩餘三張比較不推薦使用的 也是一樣有右打弱點訓練 可以開 那就端看你的左投手或右投手哪個比較多 但應該通常是右投手比較多 總之還是回到這張表 挑首席教練還是先看看 缺什麼樣的數值 再來 考慮怎麼樣的補 以我自己的補法的話是 假如用 劉榮華 總教練的緣份系統 我慌終於就可以擺在 緣份教練那一格 左右外野角落的跑速是沒問題 可是手速就因為使用劉榮華 而不是零微柱 手背速度會來的不足 那我的首席教練就會再放上高枝剛 那假如你是已經使用 零微柱體系 手背速度沒有問題 那你缺外野手的跑累速度就可以選擇使用 黃中翼 那如果缺二有手背員的跑累速度 就可以使用川崎中澤 那如果你的跑手背速度還是非常的不夠 那就再往 第一排或者第二排的 首席教練來挑了 看是要在 Buff外野還是要在Buff中心線的手背速度 端看自己缺什麼樣的資源再來用什麼樣的指導力 那比較適合 留下來使用的就是先發投手天氣相克減少或者特殊知識攻略這幾個指導力 我先去看 我先找到這幾個指導力 我先看到你 有些人 有些人 你先去看 我先去看